有種有趣有量 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思維 感謝各位來到邏輯思維捧場 如果你手裡有一票名額 你倒是選選看 20世紀人類最有名的名人是誰 你可能會說什麼 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 但是你我心知肚明了 他們都不是 真正手去一指的大名人 當然是希特勒 只不過有的時候我們不好意思承認 很多現在中國的網站 尤其是那些年輕男孩子聚集的網站 他們往往提起希特勒 還是一派滔滔江水般的崇拜之情 有的人甚至都不捨得管他叫希特勒 還要尊稱元首二字 當然這是年輕人不懂事 沒有是非觀了 但是也側面說明 像希特勒這種強大且邪惡的人格形象 對於青春反抗期的男孩子 他是有一種超凡的魅力的 但是不管怎麼講 希特勒這個案是永遠翻不了的 他永遠是作為20世紀最邪惡的一個人格形象 被定格在歷史上 提起這個名字 你能想到的就是殺人狂魔 戰爭罪犯 帶領德軍的鐵梯 蹂躪了整個歐洲 踐踏了整個人類文化 這個形象是改不了的 但是希特勒為什麼這麼有名 我想跟他死去半個多世紀之後 他的影響力還沒有衰減有關 你去看 羅應台先生有一本書叫《親愛的安德烈》 這是他跟一個德國人生的一個混血小孩 在德國長大 這本書就是這個孩子和他母親之間的一本通信集 安德烈就跟他母親講 說我們德國這一代年輕人 我們的足球隊在世界上打贏了比賽 我們都不敢盡情歡呼的 當然這個煩惱對於英國年輕人來說 完全沒有 英國隊要打贏了什麼英格蘭第一 英格蘭萬歲 你隨便喊 德國年輕人敢嗎 如果年輕人膽敢在公開場合呼喊一句 什麼德意志萬歲了 德意志第一了 不僅是全世界哦 甚至德國人自己都會側目 你們要幹什麼 你們是光頭黨嗎 你們要復興納粹嗎 所以你看 這樣的一個一代年輕人 都不敢對自己的國家 充分的熱情的認同的現象的背後 那不就是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國 英魂不散嗎 所以從1945年開始 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安排 其實都有一個潛在的任務 拉緊了一顆弦 至今也沒有鬆 就是怎樣確保 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人間悲劇 不再重演 像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國這樣的邪惡力量 不會捲土重來 當然在嚴防死守的過程當中 我們盯住的就是那些暴力的力量 那些面目凶惡的力量 可是今天這一期邏輯思維節目 我們恰恰要提醒的是 那些慈眉善目的力量 那些貌美如花的力量 那些甘甜如糖豆般的力量 他們真的就無害嗎 這就要說到 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國的真正由來 不知道你讀歷史的時候 你是不是注意到 其實希特勒和第三帝國 身上有幾個很令人費解的地方 比如說第一點 希特勒和同時代的 其他兩個法西斯國家來歷可不同哦 你看意大利的莫蘇里尼 那可是政變上台的 意大利國王一看 國內也一塌糊塗了 也沒人控制度的局面了 只好任命了這麼一個法西斯的頭子 當總理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日本是通過226政變 一幫少壯派的軍官 奪取了這個國家的控制權 可是希特勒 人家可是根正描紅的民主制度 用老百姓的一票一票給選上去的哦 他當總理是如此 後來當總統也是如此 兼任元首也是如此 1932年的時候 他的納粹黨可是席捲了 國內37%的選票 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哦 所以他的合法性 在三個法西斯國家當中是最強的 第二點 你說希特勒混蛋 那整個德意志民族都很混蛋嗎 要知道那個時代的德國人很多精英 都挺希特勒的好不好 你比如說著名的文科生海德格爾大哲學家呀 著名的理科生海森堡大物理學家呀 他們都挺希特勒的 而且奇怪的是德意志人 那可是以理性而組成的呀 非常嚴謹的 據說兩個德國人見面打招呼 就像我們中國人說 你吃了嗎 中國人吃貨 德國人都是說最近秩序還好嗎 這是他的原意啊 你看德國人非常嚴謹 但是為什麼去跟隨著希特勒 做出如此顛狂的事情來呢 第三點讓人費解的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是德意志民族的浩劫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底層民眾 那麼支持希特勒呢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下場啊 你看一戰的時候 它結束的時候 其實德國敗向未路啊 所以雖然從趨勢上講 德國可能支撐不下去了 但是你要具體到當時的情境裡 首先德國人在東線那是完勝啊 跟俄國人打嘛 布列斯特合約 德國人是占了大量的便宜 可以說是戰勝國呀 西線在馬恩和索姆河一線 對峙了那麼久 當時在1918年的時候 甚至已經出現了一些突破啊 所以德國根本就沒有在戰場上敗過 但是他們突然之間就垮台 威廉二世只好只身逃亡到荷蘭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這麼結束了 所以說整個國家只要稍漏敗向 統治者就持續不下去 可是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基本上是佔置了最後一兵一足吧 甚至到最後他的軍官 他的士兵 甚至他的老百姓 都還在支持希特勒 請問為啥呢 如果這三個問題不理解 可能我們人類在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在不讓希特勒這樣的惡魔 再次被放出瓶子的這個事業當中 我們就有可能再次被挫敗哦 所以我們要重新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 先來看看希特勒是一個18人 在我們普通人的概念當中 希特勒是一個強人一個狂人一個瘋子 一個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 就像我們在電影片段 援手的憤怒裡面看到的那個樣子 張牙舞爪令人作惡 但是如果你真的翻開歷史的底牌來看 希特勒哪是那樣的重口味呢 他分明是一個小清新好不好 至少他在私人道德上完美的近乎無可挑剔 至少比同時代其他幾個國家的巨頭 那有好得多嘛 就拿近女色來講 他雖然有個情婦叫艾瓦布勞恩 但畢竟在生命的最後一刻 希特勒把他給娶了呀 做了一個負責任的漢子呀 這一點比羅斯福要強啊 羅斯福家裡有個太太 外面還有個小三嘛 對吧 在控制個人的各種慾望方面 他比丘吉爾要強嘛 丘吉爾終身是一個大煙鬼加大酒鬼 人家希特勒終身煙酒不沾 而且從24歲開始就已經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從個人愛好上講 他除了愛畫兩筆畫 主要的愛好就是養狗 按照現在很多中國人的說法 養狗就是一個人有愛心的表現哦 那希特勒有愛心嗎 但至少我們知道 人類第一個保護小動物的法案 真的就是人家納粹德國先通過的呀 從個人品味上來講 希特勒也不差呀 人家愛好藝術 終身愛好音樂推崇瓦格納 而且自己就是個畫家嘛 他17歲就流落到當時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 當時就是為了報考帝國美術學院 當然沒有考取了 而且考兩次都沒考取 但他從此過上了一種靠自己的手藝吃飯的 一種有尊嚴的生活 一種匠人精神嗎 賣的是一種情懷嗎 人家希特勒經常就給什麼小店主畫個招貼畫呀 或者自己畫一幅建築的圖畫 然後賣掉換來自己的衣食 這種生活很有尊嚴的好不好 有點像北京的那個西單女孩 靠自己的歌喉和音樂 換來自己的衣食 這是非常正當的生活呀 後來戰場又再一次考驗了希特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他是個下士啊 是個大頭兵嘛 但是作戰非常勇敢 榮獲了當時能給士兵的最高榮譽 一級鐵十字勳章 所以希特勒終身都佩戴著這一枚勳章 這是莫大的榮譽啊 至少戰場讓希特勒證明了自己 是一個愛國的公民 而且是一個勇敢的士兵 總而言之 各個方面你去考察這個人 如果沒有後半段的話 希特勒就是一個有品味 而且很正直的當時的一個底層人民 說到這兒你可能覺得好奇怪吧 這麼一個文青 怎麼後來變成了那麼一個人 就拿中國人來說 就是唐伯虎後來變成了忽必烈 這太難理解了 對 一般人對於希特勒這個人物啊 總是喜歡從他當了總理之後 那塊說起啊 覺得他有權謀啊很狡詐啊等等 咱們先不說後半段 關鍵他是怎麼過去的 一個一無所有的 幾乎是流浪漢般的人物 怎麼登到了權力的頂峰呢 剛開始有什麼權謀可言啊 也沒有什麼資源可以利用啊 他靠的是什麼咧 大家可想而知 一個底層的屌絲 想要往上爬 只有一個辦法嗎 就是忽悠啊 從忽悠這一點 從營銷這一點 你才能理解整個希特勒和他的團隊 納粹黨以及後來的第三帝國 我們打一個比方來講 希特勒的納粹黨其實就是一個 營銷策劃公司啊 360度品牌塑造 希特勒自己是誰呢 既是其中扮演那個明星啊 被包裝的明星 又是一個平面設計師 你不要小看他繪畫畫這一點啊 希特勒那個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 納粹的那個標誌萬字符 把佛家的那個萬字符倒轉過來 轉一個方向變成了納粹的那個符號 這是多大的創意啊 我們甚至可以說 這是二十世紀歷史上 可能最成功的一個logo啊 這就是希特勒自己設計的 而且希特勒親手設計了納粹的軍服 如果沒有後來一大堆影視作品 對於納粹軍服 我們那個惡劣的形象 咱們平心而論 那一套軍服確實非常的美啊 非常有軍人的魅力啊 如果他一生的故事沒有後半段 你真的會感慨 哎呀好可惜這塊材料 比如說1933年的時候 有一次他就約見了當時剛剛創立保時捷公司 三年的著名的汽車大亨 保時捷先生 這兩個人在一個飯店的大堂見面了 倆人商量啥呢 商量為普通的德國人設計一輛 讓人人都買得起的國民車 人家希特勒掏出一張紙來 15分鐘之內在上面畫了11張草圖 把這個保時捷看得是目瞪口袋 說我們的專業設計師也不過就是這個水平嘛 可見希特勒在平面設計上的才華 確實這種設計能力 也從此成為納粹黨的核心競爭力 因為它就是個廣告營銷公司嘛 而且希特勒還特別重視當時的新媒體營銷 就像現在有的公司 如果您有一支強悍的運營官微的團隊 運營微信公眾號的團隊 你的公司不可能不聲明確奇嗎 希特勒當時就非常有這個先見之明啊 把當時的新媒體 比如說電影 廣播 充分地利用起來 比如說希特勒有一個御用的電影導演 叫李芬斯塔爾 她是一個女導演啊 她拍了兩部著名的片子 一部叫《意志的勝利》 一部叫《奧林匹亞》 這意志的勝利就是當時帝國代表大會 在紐倫堡召開的時候 希特勒就跟他講 你這個劇組 你這個片子沒有預算 上不封頂 隨便花 上百人的設置團隊 大量的聚光燈 22輛汽車 16名攝影師 30台攝影機 全部給他調來 你想怎麼拍就怎麼拍 你的攝影機想上天想入地 隨你的便 紐倫堡市政當局 甚至專門為這部片子新造了橋樑 新造了高台 新造了緩波 供他們拍攝之用 那個片子真的很震撼 如果你沒有後來的那些概念 說這個國家 這個納粹德國非常的殘忍 非常的狂暴 你看那個片子 你反而能夠感受到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那種振奮的精神 那種昂揚的鬥志 你真的能體會到 當然後面36年柏林奧運會那個拍的片子叫奧林匹亞 那也是一部那樣的片子 那麼健美的體魄 那麼昂揚的國民精神 都通過電影給表現出來 納粹德國對於電影的重視真的是空前絕後啊 他即使是在二戰已經到後期會打的不行的時候 他居然還有幾百輛電影放映車 在德國的各個鄉村去巡迴 一年要給整個德國人民放映幾萬場次的電影 比如說他糟蹋猶太人對吧 那剛開始就是靠宣傳先打前鋒啊 他們拍了一部電影叫《猶太人徐斯》 就是糟蹋猶太人的一部電影嘛 到處放映 據說幾千萬德國人都看過這部電影 那對猶太人的印象自然跌入底谷啊 就為他迫害猶太人做了開路前鋒等等等等 廣播也是 在39年就是二戰剛剛開始打的時候 德國的廣播的就是收音機的那個普及率 已經幾乎達到了每個家都有 所以希特勒的各種講演 他能夠無縫的插入民間的各個角落 這也是他宣傳工具運用的好的一個標誌啊 然後希特勒還有一名著名的 叫現場活動執行家 就是納粹的宣傳部部長戈佩爾博士 你不要小看戈佩爾 你以為他是個街頭流氓 不是 人家是一個正根的博士 是個作家 一生寫過很多小說和劇本好不好 人家戈佩爾最擅長的就是舉辦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 群眾集會 在30年代 希特勒競選總統的有一次 他居然有本事在一天可以在德國各地舉辦3000場群眾集會 你想想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工作量 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執行力啊 但是戈佩爾博士能夠做到 所以你看希特勒的納粹黨這個小班底 真的是一個從策劃到設計到落地執行 都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公關策劃公司 但是這樣的路径啊 確實也會給希特勒造成一種路径依賴 因為你就是這麼長大的嘛 你剛開始是那麼不起眼的一個小黨 幾年之內篡升為執政黨 那請給我們更多的糖豆 請給我們人民製造更多的幻象 請給我們製造更多勝利的假象 你的執行策劃設計 根本要就不能停啊 這就相當於現在有人說資本運作的高手 什麼呀 不就是拿股市當提款機嗎 雖然你賺的盆滿博滿 但背後的那個底牌就是不斷的用各種各樣的題材 把自己的股價炒高嘛 對吧 希特勒也進入了這樣的路径依賴 被鎖定了他的執政軌道啊 你就不斷的得給人民製造各種各樣的視覺奇觀 所以你看希特勒上台之後他幹了幾件政績工程 就是奔著這個方向去的嗎 比如說製造高速公路啊 全世界人民都沒見過這玩意兒 原來的歐洲人看慣了的都是洋長小道和普通公路 而希特勒製造那種上百米寬的大的高速公路 開著車在上面那真是爽啊 每一個見過4000公里德國高速公路的普通德國人 那昂揚起了對國家力量的那種崇拜 那還用說嗎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說到希特勒的一個好基友 真的有這樣的傳聞 說他倆是同性戀啊 這個沒有考證 就是當時德國最棒最棒的頂級建築師 施佩爾博士 這個人跟希特勒私交非常好 他就幫希特勒設計新柏林 那個新柏林的那個草圖啊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面對希特勒那樣的一個第三帝國 我看見那個草圖都覺得新潮澎湃真的是偉大呀 你看啊 新柏林那個主街8公里長120米寬 120米什麼概念 法國那個號稱最寬的路 香榭里舍大道100米 新柏林的大道比他還要寬上20米 8公里長的主街兩頭各一個火車站 裡面光是所謂的希特勒圓頂會議場可以裝15萬人 他們設計的體育場可以裝40萬人 什麼概念啊 我們那鳥巢牛吧 最多也就10萬人 人家希特勒半個多世紀前 人家設計的體育場裝40萬人 當然後來這些都是草圖了 都沒有實際建成功 但是畢竟那是一個國家的幻景啊 他的這個帝國就奔著這樣去啊 你不給人民製造更多的幻象 你的權力來源 你的合法性就存疑啊 所以這個國家在希特勒手上 你看著好像活蹦亂跳 但實際上已經是吃一口想兩口的 這麼一個毒品的中毒者 已經是一個飲君子了 所以後來的希特勒的所有行為 當你放入這個框架當中再去考察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完全就停不下來嘛 接著跟大夥聊聊希特勒 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希特勒曾經有一個面對國內公眾的演講 你聽聽他那個口氣哈 那份志得意滿 他說1933年我剛上台的時候 這個國家是一副什麼樣子啊 那是一個被國外的政客和國內爛到底的民主制度 搞得濒臨崩潰的國家 但是哥們來了 我執政的這短短六年期間 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樣的滄桑巨變啊 我讓這個國家的公路運河得以修建 並且修建了大量的工廠 我讓七百萬失業的德國人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我讓這個民族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大幅度的提升 我讓德國在政治上重新團結起來 我讓它在軍事上被重新武裝起來 我把1919年強加在這個民族頭上的448條條約 我是一頁一頁一條一條的給它撕毀掉 我把1919年被分割出去的那些土地 把它們重回祖國的懷抱 我把幾百萬流散在歐洲各地 被外國政府欺凌的德意志民族的人 領回到了祖國 我這個演講水平不如希特勒 但是如果1939年你是一個德國人 你不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 你面對這樣的演講你做何感想啊 因為他講的全是實話呀 那希特勒不就是男神嗎 他太神奇了 在那麼爛的底子上用這麼快的速度 就六年呀他確實完成了這些封工尾跡 當然希特勒這個人極其複雜 我們今天一期的節目肯定是講不完 比如說他在政治上跟歐美國家的博弈上 他確實做到了那種流氓式的狡障 那給大家就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1935年他進軍的萊茵區 什麼叫萊茵區呢 萊茵區其實是德國的 就是萊茵和西岸的那一塊地方 當時法國人在凡爾賽條約裡告訴他 說萊茵區不准武裝 這個地方不准有你的常備軍 然後我邊境沉著100個師 你只要這個地方建一個軍人 我就揍你 剛開始德國人沒辦法 但是希特勒說要不試試啊 所以就派了三個營過去 這個法國人一看三個營來了啊 來了坐啊 我們撤 法國人就撤了 所以你去看 希特勒是通過一次一次的試探性的冒險 逐漸在摸清楚英法 也就是當年的協約國 他們的底線在哪 我打一個不好聽的比方啊 就相當於一個流氓去泡姑娘 對吧 先用手搭在肩膀上 你看我這個很正常嗎 扶你過個馬路嗎 一看沒有反抗 那手再接著往下摸 這摸來摸去摸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這就是希特勒和西方國家打敲道的一個基本模式 永遠在說這是我最後的領土要求 從此我們就和平了啊 和平終於來到了 但是每次說了都不算 所以這個線條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啊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希特勒他的政權的另外一個側面 就是他怎麼把德國拖出了經濟危機的泥潭 我們知道啊 德國的經濟危機比美國什麼29年到33年那個經濟危機來得可早 他23年到24年的時候通貨膨脹已經變得一塌糊塗 國內經濟已經是一塌糊塗 所以說德國經濟已經是纏綿病塌 十幾年之久了到希特勒上台的時候 那請問他是用什麼方法把這個國家拖出了經濟泥潭的呢 那1933年希特勒和羅斯福幾乎是同時上台的 那我也告訴你 他和羅斯福用的方法也幾乎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前半段啊 只不過羅斯福那個叫New Deal 叫新政啊 希特勒這邊叫New Plan 新計劃啊 但實際上他內容差不多 比如說第一條恢復秩序 讓所有的亂局先用那種國家的暴力先把它按住啊 哪不准動物價給你管制 經濟給你管制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就是把工人大規模的C回工作崗位 請注意這個詞啊是C回去 這不是用市場經濟讓他慢慢調整 這一點希特勒做的可比羅斯福厲害 他甚至能夠做到什麼 就是只要你德國事業工人 加入納粹黨嘛 加入我們的活動 只要聽我們的很好辦 錢是沒有的發的 但是飯是有的吃的 只要你幹活啊 把這些人C回到工廠 甚至原來的一個工作崗位 要把它掰成兩個 甚至可以跟企業主談判啊 說你不發工資是OK的 但是得給飯吃 只要給一口飯吃 你就讓工人先回工作崗位 他也採取了大量的方法 比如說讓女性回到家庭 把工作崗位給男性公民給騰出來 再比如說把大量原來需要機器做的事情 現在變成手工啊等等 就總而言之吧 把人C回到工作崗位 先吃上飯再說 咱先不談什麼經濟發展 那第三條呢 就跟羅斯福是一樣了 通過大量新修各種設施 前面我們講的希特勒執政期間 修了4000公里的高速公路 用的是什麼 就是這種失業工人的勞動力啊 所以納粹德國 因為它是一個極權國家嘛 所以在這些方面 走的遠比羅斯福新政要遠得多 那成效自然也好看得多嘛 比如說希特勒在上台1933年 到年底的時候 三分之一的失業都沒有了 全部被塞回去了 到1935年的時候 羅斯福新政還在那盤山學步呢 剛剛解決近一半人的失業問題 希特勒這已經沒問題了 滿屆沒有失業人了 到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德國甚至已經出現了叫過分就業 就是滿大街找不著勞動力 而這個時候西方國家 什麼法國英國還有大量的失業人口 在街上舉著牌子找工作 所以大家覺得好羨慕啊 希特勒真有是真有辦法 到這兒為止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經濟動亂之後 跌入谷底之後一個基本的回升態勢 請注意啊我們以前也講過 羅斯福新政其實站在自由派經濟學家的立場上 其實並不認為羅斯福的新政是有助於經濟增長的 但是他確實這套方法是有助於經濟回復的 到這兒為止 希特勒和羅斯福做的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後面的就不一樣了 這個時候就得說到 希特勒的人才儲備當中有這麼一號人物叫沙赫特 他是德意志民族的金融天才 希特勒一上任馬上任命他為國家中央銀行的行長和經濟部的部長 請注意我剛才給沙赫特的封號叫金融天才 對他有兩樣絕活手藝 第一樣叫賴賬 賴的主要是協約國的賬 第二樣呢就是借錢 那是升過大西洋的手啊 找美國人借錢 當然你會說這美國人這時候也是經濟危機啊 哪有錢借給德國人呢 這你就不知道啥叫經濟危機了 經濟危機恰恰是資本 它沒有辦法擴張 沒有投資機會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時候德國人來借錢 又是造實業 又能確定回報 那資本會蜂擁而出啊 這兩個正好是乾柴烈火 是一點就著啊 所以33年的時候 沙赫特跑到美國去借錢 其實這兩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那是衝突的 美國一向標榜我是自由主義嗎 你德國人在幹什麼 在迫害猶太人啊 所以33年5月沙赫特的輪船 移到紐約港的時候 很多記者在船上就把他給圍住了 說說說說說 先別提借錢的事 你們怎麼迫害猶太人呢 沙赫特非常惱羞成怒 據說當時還做了一個動作 把報紙團成一團 扔在甲板上 但是也不得不解釋啊 沙赫特的解釋說 人窮至短 馬獸茅長嘛 我們窮成這個樣子 所以才會出現有一些 哎呀 情緒很激烈的人 去迫害猶太人嘛 如果我們富有了 你們借給我錢啊 蒼領時而知禮節 你看我們對猶太人就會好 反正沙赫特是用他這種遊說之術 搖蠢骨蛇在美國就真的借到了錢 當然 美國和納粹德國在意識形態上 從來也沒有和諧過啊 羅斯福後來甚至為了噁心希特勒 還專門派了一個猶太人去當美國駐德國大使 但是 華爾街可不只是這一套 華爾街算的就是經濟賬啊 我們的資本往哪流 會有收益 所以沙赫特在美國和德國之間就打通了這樣一次資本的通道 他的玩法也很簡單 就是從美國華爾街借到錢 這個錢可不是全運回德國 是在美國買很多 比如說軍事裝備呀 軍火呀 甚至是技術啊 然後回到德國 解決美國人的就業問題啊 然後在德國大量新辦軍火工廠 辦這樣的事業 解決德國的就業問題 所以打通了這個循環 所以當時啊 美國很多大資本家和納粹德國呢 那真是一個枕頭睡覺親的不能再親 據說希特勒還給當時美國著名的大企業家 亨利福特發過勳章來 所以這兩個國家曾經在資本層面大得火熱 當然了 你說希特勒憑什麼在這個國家那麼爛的基礎上 用六年時間的準備就能夠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從國際金融的角度 你似乎能得出一個特別讓人泄氣的結論 就是39年德國發動大戰的時候 實際上用的是美國人的潛力 英法的裝備和技術 甚至是在蘇聯培訓的他的軍官和坦克部隊 用這樣的那真是海納百川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說到這樣 你可能心裡會覺得疑惑啊 就是如果你說在政治上玩技巧 我承認希特勒很狡猾 這個他能做到 可是經濟這個事情哪有這麼簡單啊 並來如山倒 並去如抽絲 一個經濟爛到那個程度的國家 怎麼能六年期間就能做到這樣神奇的恢復 而且有實力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你先把這個念頭割下 我們還要說一件可能讓你大吃一驚的事情 我們本期節目的策劃李源同學啊 找到了一本書叫《希特勒的民族帝國》 這書我們也只能看到電子版已經絕版了啊 這本書裡給我們提供了很多 原來在研究希特勒這個人的時候 沒有提到的事實 就是希特勒不僅有能力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且把當時的納粹德國 還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福利國家 要知道辦福利國家這可是財政的無底洞啊 這得花多少錢啊 希特勒舍得呀 他曾經搞了一個運動叫《力量源於歡樂》 意思就是工人階級可不能光生產哦 他們也要娛樂哦 所以當時國家出錢造了大量的郵輪 度假村 國家掏錢 工人免費去玩 1937年有1000萬德國人參與了這個《力量源於歡樂》的活動 希特勒還組織很多年輕人 什麼希特勒少年團 希特勒青年團 免費的野營 國家出錢 希特勒還製造了當時的國民車 就是大眾牌的那個價格中汽車 要知道德國人實現幾乎每個家庭擁有一輛車的夢想 可比美國人早就在希特勒這個時候 而且納粹德國對普通人的稅賦水平是非常低的 比如說他的索德稅的起征點是6000馬克 什麼意思 就是普通的工人階級幾乎不用交索德稅 而且更奇怪的一點是 隨著戰爭的深入 要知道要按照一般國家的行為邏輯 那肯定是號召老百姓勒緊褲腰帶為國家做貢獻 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沒有這一套 隨著戰爭的進行 老百姓的福利是越來越好 比如說39年因為備戰嘛 大量 希特勒說這要發加班工資的 到40年的時候把加班工資收的稅還給免了 到了1942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個時候隨著斯大林哥勒戰役等等 納粹德國實際上已經敗向一路 但是在國內呢 不僅沒有加稅 反而福利會變得更好 把拖欠的什麼撫恤金反而多發放了 而且撫恤金的水平還提高了 到了1943年的時候 有歷史學家算過一筆賬 就是德國軍署的那個福利 居然是英美兩國的兩倍 越來越有錢 1943年的時候有幾個數字真的是讓人驚訝 德國人的儲蓄水平居然是佔錢的兩倍 整個社會保險福利增加了還不止兩倍 我們看到在就是 剛才李源同學提供的那本書啊 叫《希特勒的民族帝國》裡面 其中還針引了兩段史料 都是日記哦 這可不是宣傳材料 私家日記 比如說1945年的1月 這啥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了 德國都快完蛋的時候 有一個財務國務秘書 叫萊因哈特 他在自己的日記裡還在寫 哎呀說等這個戰爭結束了 你看現在老百姓的福利還不是特別好啊 我們應該把孩子們的學費呀 書本費呀再給免掉 我們應該給德國人民 創造更美好的福利國家 到了1945年的3月 這個時候距離 納粹德國投降 已經只剩下最後一個月了 那個前面我們提到的 納粹的宣傳部部長哥佩爾 居然在私家日記裡還在寫 說最近有一個傢伙居然啊 要給老百姓加稅 我覺得這個事通過不了 我們這個國家不能給老百姓加稅 所以其實一直到納粹德國覆滅的前夕 德國老百姓的經濟生活其實並不差 消費水準並不低 希特勒多次在戰爭期間講 人民的購買力高於一切 所以在二戰結束前期 你在義大利的街頭看到的 已經是惡嫖遍地了 但是在德國的街頭 那些姑娘們還能穿著漂亮的白裙子 在街上行走啊 說到這兒 我不知道你心裡這個疑團 是不是越接越大 希特勒僅僅有六年時間 他哪來這麼多錢 一手能夠發動世界大戰 一手去辦一個財政的無底洞的福利國家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啊 此刻自個愉悅大家 這就是咱們的邏輯思維 接著說希特勒 先給大家講個段子 說有一個巴士老翁 娶了一個妙齡少女 很快懷孕了 這老頭搞情壞了啊 到處顯擺 我這麼大的高齡還能生娃 等他把這個故事啊 告訴他的醫生的時候 他醫生說 你先別跟我講故事 我先跟你講個故事吧 說有一個人啊 跑到森林裡去 突然蹦出一狗熊 衝他撲過來 他手裡沒有槍 緊張壞了 他手裡只有一把雨傘 他衝這個狗熊 就把雨傘給打開了 結果這個狗熊呢 應聲倒地 死了 你猜 這是咋回事呢 這個老翁一想 這一定是有人在旁邊開槍 對不對 醫生說 對 一定是有人在旁邊開槍 這是個段子吧 你也許已經聽懂了 我們再回到希特勒 希特勒面對的 也是這麼一個蹊蹺的事情 一方面他要打仗巨額的軍費支出 一方面要辦福利國家 這又是一個巨額的財政黑洞 那請問他這個錢從哪來的呢 一定有人在旁邊開槍啊 俗話說 酒無好酒 燕無好燕 天下就算有免費的午餐 也一定是有人買單的嘛 我們就拿1939年來說 這一年希特勒的民間的財政開支 是160多億馬克 而軍費開支是200多億馬克 可是這一年他的財政收入 只有170億馬克 說白了50%以上的大虧空 這個大洞由誰來填呢 這就牽扯到第三帝國 一個最深最深的秘密了 其實希特勒上台之後 大概在36年的時候 就已經不公佈國家的財政預算了 那剛開始錢從哪來呢 那就想各種招吧 大家都想得出來 如果你是希特勒 對吧 增加稅收 雖然不增加老百姓的 增加企業的 當時是把企業的稅收 從20%提高到40%的稅率 發行國債 從未來的預期收益當中 先拿到一部分 然後勸富人勸捐 然後再給奢侈品 比如說什麼煙啊 酒啊 收重稅等等 這些方法都想乾淨 但是這還遠遠不夠 尤其到了1937年年底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金融天才 沙赫特博士 因為和格林之間嘛 產生劇烈的矛盾 他辭職了 不幹了 你說矛盾在哪呢 就這個格林啊 老想來點快的 說你那個用市場經濟的方法 什麼稅收槓桿的方法 太慢 不過癮 所以你看 納粹迫害猶太人 是從什麼時候達到高峰啊 原來也迫害 但那種迫害啊 就是叫羞辱 還不是從錢上動手 但是從38年開始 整個的狀態 就出現了極端 納粹搶猶太人 大概是這麼幾步啊 首先是38年的4月 說你們所有猶太人啊 只要家產在6000馬克以上的 全部給我登記 申報 如果申報不實 對不起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有的財產充公 如果你看過邏輯思維以前的節目 你還記得我講過漢武帝的 算命和告明 用的招就是這個招 這實際上是一個釣魚工程 因為一般人都心存僥倖嘛 對吧 我家裡的財產 我不全部申報 啊好 有人一旦告發 那就名正言順的 用法律來沒收你的財產 然後把你的人關到牢裡 用的就是這麼一招 那麼第二個辦法呢 就是你不是申報了財產嗎 OK 國家給你發行債券 把你的財產 先借給國家用 說白了 就是搶 但是前面有一層遮羞布 這是借哦 我們還付你利息哦 所以當時有一個 德國的駐外大使 還恬不知耻的在那講 說我們總比你們法國人好吧 你們法國大革命 把富人的錢直接就搶了 我們好歹是付利息的 那你看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那就乾脆搶了 還是搶痛快嘛 尤其是格林 他老人家那個大胖子 他指揮的這一場戰鬥 就是你猶太人有天然的這個罪孽 所以呢 你乾脆交點贖罪金吧 從財產 剛開始是百分之二十 後來就到百分之二十五 全部交給國家 這樣你們就贖罪了 那就乾脆就搶 那搶到最後這個邏輯 你也就推得下去了 為什麼納粹最後要對六百萬猶太人痛下殺手 就搶得也不過癮嘛 乾脆把你拖得赤條條的 從最後一根金牙都給你拔下來之後 直接給你請入毒氣室 這不就一了百了嗎 你們的所有財產就歸了這個國家嗎 所以說到這兒 你可能就明白了 誰在背後開槍啊 誰在填那個希特勒造就的那個大的財政黑洞啊 就是猶太人啊 猶太人本來就有錢 很多人都在談 希特勒迫害猶太人是他的種族思想啊等等 從這兒說 對 可是你看 為什麼從38年到39年這個歷史時段 他開始對猶太人進行肉體上和財產上的迫害呢 追原論史 是納粹德國留下的這個財政危機 這也是納粹德國所有的執政邏輯的必然結果 因為他要討好老百姓嗎 他要夯實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嗎 他要不斷的給老百姓製造各種各樣負利堂皇的幻象嗎 那怎麼辦 就一定要有人出錢 誰出錢 那好 在整個人民當中畫一個小圈 說這幫人是壞人 咱們搶他們的好不好 所以老百姓拍手 所以猶太人就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這我們要說一下 很多人都以為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是基於種族思想 但是就在我們剛才提到的那本書 叫希特勒的民族帝國這本書裡面 他明確的講了一些史料 我也是覺得史料危急 希特勒不是容不下猶太人 他的班底裡其實有很多猶太人 關鍵是有用沒用 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者 不是那種種族主義的狂想家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那個黨衛軍的頭子 秘密警察的頭子 希姆萊 希姆萊就是有猶太血統 再比如說 英國 德國著名的音樂家 門德爾松 他有一個直系的親屬 也叫門德爾松 當時是德國研製潛艇和魚雷的一個重要專家 他身上就是猶太血統 再比如說 當時德國軍隊當中 將軍級的人 有幾十個人都有猶太血統 他為啥不迫害呢 原因很簡單 有用的人幹嘛要迫害 對吧 格林就講過一句著名的話 說誰是猶太人 誰不是猶太人 老子說了算 說白了 如果你是一個工軍飛行員 你還能上天打仗 我幹嘛要把你迫害 我還不如把你送到戰場上當炮灰 所以格林甚至私下講過一句話 說什麼啊 猶太人 其實哪個民族都有好人 哪個民族都有壞蛋 說明他並不認同這一套種族主義的想法 但是猶太人就是作為整個希特勒政權的一個財政的替罪羊 被送進了焚尸爐 六百萬人在那幾年間被屠殺 當然了 希特勒對其他國家 尤其是他的軍隊的佔領區的那些國家也不會手軟 有歷史學家統計大概從39年到45年 希特勒從周邊國家就是他的佔領區 輸送回德國的大概有1000多億馬克 這樣一筆財富都是從周邊掠奪過來的 其中最可笑的 納粹德國還發動了一個叫家具行動 什麼意思啊 就是這個新佔領區的猶太人把他迫害 送進奧斯威星弄死了 然後把他家裡的什麼家具啊 包括一些吃不掉的食品呢 全部打包運走 據說在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啊 往德國國內發送了24000多個車皮的貨物 你想想看 普通的德國老百姓很歡樂 但是這樣的歡樂持續的下去嗎 等待在當時德國人民面前的 就已經是萬丈深淵了 說到這兒 我們可以重新歸納一下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基本邏輯 他的整個帝國的大廈 都建立在虛榮的基礎上 要知道虛榮這個東西啊 沒有辦法用任何確定性的供給來滿足 他這一回滿足了 下回要的就更多 所以希特勒實際上 是在用毒品來餵食他的人民 去不斷的製造幻象 不斷的加大毒品的劑量 才能夠維持他的統治 直到去掠奪那些無辜的人 掠奪那些其他國家的人 所以有人說希特勒是一個處心幾率 有計劃的把整個世界 拖入一場大戰的人 哪裡是這麼回事 希特勒自己親手打造了這輛戰車 親手把他推得隆隆作響 但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上氣不接下氣 跟著這輛戰車在後面 氣喘吁吁跑著的小丑 他必須不斷地去餵食這一頭怪獸啊 所以這個民族最後欲食俱焚 當然希特勒本身不值得可惜了 他永遠被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我們可以替當時的德國人民想一想 他們因為傾信而信了希特勒的忽悠 因為相信一些幻象 而對希特勒產生了崇拜 因為貪圖一些不義之財 而和希特勒欲食俱焚 划算嗎 今天之所以說這個 是因為太多的人到今天為止還在相信 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就是能給人民發最多福利的政府 果真如此嗎 一個基本的常識就是 所有這個世界上的財富 就是由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創造的 在一個時間點上 財富的總量是恒定的呀 怎麼會有一種慈眉善目的政府 它像上帝一樣 能從天堂裡偷來財富 然後揮灑到人間 讓每一個人都享受那個超量的不義之財 不可能啊 所以如果你一定相信 人是可以不自食其力的 政府是可以發福利的 你可以躺在福利政府的溫暖懷抱裡 享受財富的 那對不起告訴你 你就選擇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叫現在的不義之財 第二樣東西就是等在前面的大劫難 謝謝總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